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法案太难写了 写不出来 让大家看完这句话之后傻眼啊 就想说啊 这个现在网路上开始疯狂的造句 就说作业为什么不教呢 老师这么问你 就用沈柏扬的方式回答他 不是我不教 是因为太难写了 写不出来 那你看沈柏扬他自己在脸书上面说 昨天范琪斐那边我的采访影片上架 虽然知道是要跟一温层的观众沟通 但是看到那恐怖的上万留言 还是觉得很夸张 这个一群留言说整集都在讲认知作战 那可是网友讲说 那很明显啊 就是在认知作战 所以感觉上面他好像不认他自己是在认知作战 那再来他现在这些动作频频是为着什么 原来是2026想要来挑战花莲宪长 因为民进党现在派出这个沈柏扬黑熊学院的负责人 来发动国会改革花东三法 感觉上面好像是针对傅昆琪的舆论空战 是不是要挑战两年后的这个宪长大位呢 他说他自己的责任趋势在花莲 因为民进党在花莲没有立委 所以这件事情对他来说是最重要的 等于没否认啊 是不是真的要去当个两年立委过个水 是不是要去选花莲宪长了呢 那你看这个 我们看到有粉砖 我就在讲说这个漂流岛屿讲 这个沈柏扬喊说我们要控管风险群 那就是说这个第五纵队很有可能是 比方说你家人有在大陆啊经商啊 或者是跟大陆往来比较密切的 你们很有可能就是会变成第五纵队的高风险族群 那我们看这粉砖讲说 这回顾美国9066号的行政命令的时代悲剧 只是因为用这个标签化来切割敌我 美国就有这个上万的日本德国意大利人被关进集中营 如果台湾现在也要开始进行这种监控危害人权的话 那其实距离这种暂时拘禁也大概只有一步之遥 那在PTT上面最近沈柏扬也是很逆风 很多人就开始在痛骂他 就讲说强烈建议民进党马上开除沈柏扬 他说要这样监控陆配陆生 其实已经是侵犯人权了 这种警总复辟的想法 怎么还会存在台湾这样的民主社会当中呢 你口口声声说要捍卫台湾的民主 结果呢捍卫了民主捍卫了价值 最后却是去做一些反民主反人权的事情 沈柏扬现在就是在乱搞嘛 那你应该民进党马上开除他 可是下面还有一堆人在那边盖楼 讲什么 不要开除不要开除 不然就没有笑话可以看了 原来大家现在已经把它当笑话在看了 然后呢还说这种用直觉判断 谁是第五纵队的法学大师 已经超越了法律 然后这个绿营最喜欢这种卡小 那感觉上面 这个抗中笑话第一人 那再来第二位呢 这也是最近在中国大陆非常红的于北成 于北成讲说解放军上岸 没有办法用Google 因为GPS被屏蔽这个事情 真的是被这个大陆给吐槽吐到翻了 那我们看到了这一个网红韩国人 他也实测 他人在大陆的时候 他就打开了这个百度地图 然后就是搜寻这个出发点 跟这个抵达的这个目的地 那他就讲说从台北车站到桃园车站 马上立刻这个百度地图也就导航出来了呀 他其实根本就不需要上岸才能用 他在哪儿都能用 而且百度他连接的是这个北斗 就是可能于北成还搞不太清楚 这个GPS跟北斗差距 或者是说解放军根本就没有在用GPS这件事情 那所以他讲说 这个于北成讲解放军到台北会迷路 但实际上他真正迷路的是他 那另外还有这个PTT网友讲说 解放军这个不会用Google 那PTT网友觉得说可怕的不是他说了啥 可怕的是说我们的少将竟然是这样的程度 还少将还认为这个解放军上来是用Google Map吗 作战出来的决策不知道会害死多少这个国君弟兄 那连亮哥都在讲说于北成简直像是个笑话一样 简直不可思议 大陆呢他们有自己的这个高德北斗 他们其实是这样子来 就是北斗来画一下 北斗是他可以用到高德 高德跟这个百度 高德跟百度 两者都可以用 然后GPS是美国的系统 所以他这根本是两个不同的系统 那可是于北成可能搞不太清楚这件事情 而且美国有一些战略学者都本来就很担心说 这个北斗系统非常厉害 其实不要说别的啦 我们自己查询了一下 我今天有看到我们的国防安全研究院 其实在2022年的时候 他们就特别针对这个北斗卫星 有做一个深入的研究 他们说这个北斗三号的这个载轨卫星 总共是30颗 其实比起美国的GPS系统 24颗还要多出6颗 而且北斗三号是在2020年7月底 正式开通之后 他其实是在大陆的十四五规划当中 进一步要求说这个北斗的产业 必须要深化应用 结合创新 升级服务 所以人家北斗比起GPS 还定位更加的准确 还是我们的国防安全研究院 写出来的这样子的一个研究报告 宇北成都没有在看吗 宇北成都还是上电视节目 讲另外一套自己的想象吗 我们先来问一下这个申风哥 申风哥怎么看 不管怎么说GPS是新的卫星 这个北斗是新的卫星 GPS已经是几十年的卫星 从科技进步的角度 跟现在可以使用的芯片 容纳的内容 跟现在的算力的计算等等 用想的 这是尝试问题 北斗一定比GPS先进 这个根本 还要讨论 那就是实在是很看不起谁问 那这两个人 我一定要今天 要好好地请出来 稍微拜一下 也不拜一下 今天这个棋烟节 这个中文会会很不舒服 为什么因为今天是棋烟 纪念棋烟的日子 那是一个风骨临行的知识分子 为国为民牺牲自己 来叫醒大家 相比这两个 在今天这个日子里 看了这两个宝贝 真的是天下大乱 第一个 我应该这样子来讲 这个沈柏洋 我可以这样说 他是我最近几十年来看到 学界最逗漏第一人 那个逗漏的程度 已经到了你毁于首次的地步 看到他讲话 看到他的内容 我就想起 那个纳税党未经的西姆来 他所有的言计 不就是在替这些筷子手 在开路吗 人家说他是东厂 那还真的佩服 还真的高估他 他不是东厂 他只是替东厂 敲锣打鼓开路的人而已 谁最支持 民进党支持 假设民党仍然认为这个人 是你可用的 那就证明你的政治文化是什么 说人到人 风到风 我们那些搞动工 难道这就是你们的同文证 这是你们要的 那个杂团的人 那个政司没当 难道就是你们的DNA 假如民党是这样子的同文证 这样的DNA 那会让人家看不起 因为你放纵的这一个人 我正在想 他到底是 这个真无知 或者是假糊涂 他知道他讲的这些 就是反正政治 这假糊涂 或者真的无知 假糊涂那是不要脸 真无知的话 那你想想看 你顶个邪气 真丢脸 假如一个政客 他是这样的表现 我都还不会太骂他 因为政客是靠了一张嘴 在够日子 够完了之后再说 可是邪气 你是站在学生的面前 在告诉说 老师告诉你的是真理 是这样吗 读圣贤之所为何事 耳经耳后四季无愧而已 那这个家是读圣 他读什么诗我不知道 到耳经耳后让我全身 充满了羞愧而已 再过来看 这个伊北辰 我都看了他今天最大的笑话 莫过于他竟然说 为什么这个 环埔孝庆百年孝庆 没有花邀钱卡给他 我是少将 少将将军 台湾会叫做将军 然后殷念普洋将将军 你知道吗 这将冠 你是属于将冠局的 你不属于将军局的 为什么 因为你看看你的资历 你还当过官校实习里的里长 是教育学生的 那假如我们今天 实在这种水准教育出来 我是还很恐怖 这个有人讲得对 他讲的那些怪话不重要 重要的是 这位出自一个中华民国 退役少将之口 这会是吗 那假如是那是很可怕 那到底他是突出 特殊或者是一般的正常 假如一般正常 我们这个国建设很可怕 假如是突出 那不花 摊子给你刚刚好而已 邀请卡不花给你刚刚好 为什么 假如汪建卫现在还在国民党办党庆 会邀汪建卫参加 他们同一级 自己都还不知道 所以想想 国民党不要的垃圾 民进党收进去用 不是这样子吗 民党再继续用 那变成混化 不是混化炉 会变成垃圾集中厂 那是很难看的 好 来文淑慧 我觉得于北城 他不但是少将 而且他是现任的桃园市议员 所以如果过去我们的国军 有这样的少将 现在桃园市有这样的市议员 这样子祸害了过去的国军 然后再祸害现在的桃园市的市民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难过 战争史上 应该没有一场战争 是利用Google Map在打的 过去根本不用讲了 现在应该也没有 何况如果战争真的打下去 可能连通讯都没有了 更不要说 还可以看Google Map去打这个 就是一个要怎么样无知的人 才会在 或者是说他其实是知道的 他是把电视机前面的观众 当作是怎么样无知 才会觉得说我讲什么话 你们都会相信我 大家想想看 他都是在哪一些电视台去讲的 他认为正在看的那些人 是如何的无知 所以他如何的冷消微 他们都会相信 他是在讲给谁听的 大家去想想看 所以他在羞辱谁 他在羞辱看他那些节目的 那一些受众们 所以我觉得真正该生气的是 在看那些节目的观众们 就是于北辰他一定不会不懂这些 所以网友们不要笑他白痴 说他是笑话二人主 他一定懂 他是在把观众怎么笑 这就是我这几年来最生气民进党的地方 沈柏阳跟于北辰都是高知识分子 沈柏阳是律师 是美国名校毕业的 于北辰也是国家耗费非常大心力跟资源 培养出来的少将 他们不是笑话 他们也不是不懂 他们都懂 可是他们在渔民 他们在把人民当作白痴 或者是正在一步一步的 把人民教育成白痴 他们在把人民训化成说 让你们都来相信我这些白痴话 所以该生气的是 听他们讲这些言论的人 所以如果说今天真的有人 看了电视机前面 就相信他们两个讲的话的话 不是他们两个是笑话 而是相信他们讲的这一些 言论的年轻人也好 这些受众 这些观众 这些支持者 变成笑话 相信王毅川的人变成笑话 相信于北辰的人变成笑话 相信沈柏阳的人变成笑话 你看沈柏阳他过去是律师 他甚至是美国名校毕业 法律系毕业的 他居然讲说 我们过去民进党没有写这个法案 是因为太难写了 如果你身为一个立法委员 你会觉得法案太难写 我八年写不出来 你此刻就该辞职了 因为对你来说你还会做什么事 你什么事都不会做了不是吗 那你凭什么一个月 连同你的助理 花国家快要一百万的钱 你在干嘛 高薪实习生吗 所以他们不是笑话 他在把我们当作笑话 我们就是讲到他们都忍不住 想要骂两句 但是因为要展现强大的求生意志 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下用词 好 来 我们来问上公 一件事情 585号解释 至今已经快20年 不是8年 他是民国93年12月 释线出来的 立法院拥有调查权 2024 今年2024年 足足将近20年 今天不是只有8年 沈柏洋讲8年也不对 因为当初的四线 319就是陈水扁时代就四线 所以说8年写不出来 那我反问沈柏洋一句话就好了 那民进党版 那摆在委员会 民进党版怎么提出来的 民进党版不是有吗 所以我说沈柏洋说的话 我觉得听听就好了 我觉得你说8年写不出来 2004年至今已经将近20年 大概19年半的时间 不是只有8年 如果一个法案19年半写不出来 我觉得那就没什么好谈 那法律界或是说 之前一直在讲的各国的调查权 等等的范例怎么样 讲这么多 写不出来 这是我觉得蛮讶异的 但会说这句话 我是觉得蛮讶异的 我相信这句话 没办法去说服太多人 第二个就是说 其实不管说GPS北斗 等等的问题 我们现在民间在用的GPS 属于商用 其实GPS跟北斗都一样 它都有商用与军用 军用的精准度 那个是用个位数公尺在计算 包括GPS 包括北斗都是一样 它大概军用的误差 都不会超过5公尺以内 所以基本上说 会迷路 我也觉得蛮纳闷的 我也觉得蛮纳闷的 而且他是说在台北市迷路 新北市 新北市 各位想一下好不好 如果解放军在新北市 是什么状况 解放军在新北市 我们会是什么状况 那几乎就是海空军 全部被殲灭 陆军登上来了 解放军登上来了 如果是到那个时候 那已经是坦白说 那我认为已经是走到 巷战的阶段 巷战的阶段了 而且我不认为说什么 Google Map 其实Google Map也好 他们自己有他们的太空 太空卫星 刚才讲的北斗三号也好 北斗二号也好 请注意一下 连美国太空部门 都觉得中国现在的太空战 是一个美国 是威胁到美国在太平洋的 军力的时候 其实讲说会迷路这件事 我觉得听起来 听听就好了 把笑话翻过去就好了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州忙回来 再见